中国女星余淑欣因为演出昌蓝绝而大爆红 最近和张彬彬搭档两个人的小森林 外向活泼的网红配上高冷教授本事收视保证的甜宠剧 却呈现开高低走之势 原因在于网友发现两个人的我人戏竟然都被闪光光 该亲的没亲到该甜的没甜到 加上附线CP男配角和女配角的戏份 竟然多过于余淑欣和张彬彬 让观众生气气直呼气剧不看了 身为男主角的张彬彬未收视率扛了 不只替庄宇亲手写到称信 还开直播呼喊粉丝 你各位啊千万别气剧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彬彬 不要上心不要上心不要上心千万不要上心 精彩的剧情还在后面 后期我们看后期好不好 看后期我们的庄宇 追漆火葬场 你们大家不要弃剧 不要弃剧不要弃剧 真的看电视剧的时候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进去 真的一模一样的进去 所以我为什么会抄那个 手写对不起呢 就真的是因为庄宇 他也不能出来说对吧 出来说对不起 他只能作为我的人 张彬彬来替庄宇 说一下这个道歉的话 那作为我自己来讲 我自己拍的这个120多天的这个戏 我可以如实的播出 我觉得就已经是已经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我还是呼吁大家不要 不要放弃 因为后面真的很好看 就追漆火葬场 真的很好看 还跟网友闲聊到了韩剧的部分 韩剧啊 韩剧我说实话 我还停留在 那个 鬼怪 看完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就是鬼怪 偶然间看到一个热搜 中国鬼怪翻拍 那我就跟我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戏我不可以去 我说我很喜欢鬼怪 然后结果看到这个网上那个热搜 说中国鬼怪翻拍 那个名单里竟然没有 我就很相信 我说我是把鬼怪住在心里的人 我说我一定可以把鬼怪演得非常好 下次算了 就要自己自己推荐一下 爱唱歌的她 还有球必应的唱了网友的点歌 可以说是充分无极限 漂亮的让我美容的可爱女人 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坏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你住的巷子里 我租了一间公寓 为了相遇你 为了相遇你 高中三年 我为什么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没靠上一样的代谢 想见你 想见你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 千千里 人海里相依 如果说 你是海上的烟火 我是浪花的泡沫 某一刻 你的光照亮了我 如果说 你是遥远的星河 遥远的让人想哭 我可以 一个在你身后 像影子 追着光蒙游 我可以 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 会不会 经过 没有了联络 后来的生活 我都是听别人说 说你怎么了 说你怎么过 放不下的人 是我 人多的时候 就待在角落 就怕别人问起我 你们怎么了 你低着头 忽畅我 连抱怨都没有 就承认一笑 清晨以前 怎难过我 说什么 情深 慈爱我 却不敢当 最浪漫 不过 与你并肩 看夕阳 我心之所讲 想和你 又四方向 轻易的风光 想和你 扑制 并写余生的篇章 笑与泪都 分享 管情节 多跌宕 我们不散场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陪在一个陌生人 所有 走过浅浅 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这是我的事 你又不见了 我欠 我欠 我喜欢你 我欠 漫天星光 不为我 为神 让我 夹着 笑 唱 情好 荡 爱 就像 是你 一趟 天 在了 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